HELLO 大家好,我是悟昕 還有我們的小Miku 來啦,好久沒有拍這個VLOG影片啦 沒想到一回來我們又要來拍這個開箱文喔 那今天的話呢,我就不拍我的臉啦 今天就用我的雙手來取代 加上我們的小Miku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什麼東西咧? 就是我期待已久的這個冷天堂Switch啦 那各位應該都有看到消息吧 所以我就不多多介紹了 我們直接把它剖開來 那我這次買的東西呢 因為我是買來之後才發現原來它的配件有這麼多 所以一時不知所措我就隨便買了幾個 之後可能還會再加買 因為它的配件有的沒有的周邊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說呢,一拿出來看到的呢 那就是我們任天堂Switch本體啦 然後我買的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組合包啦 就是一個價格裡面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藍紅的主機 上面有寫台灣公司貨 哇,這個不是貼紙呢 它是直接打在上面的包裝 這個證明了這個的確是台灣公司貨 好,這個是我們的主機 那看到旁邊的話呢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七彈大作戰的聯名 怎麼講 攜帶包 然後這個是官方版的 不是第三方配件的 那其實 我當初在看這個攜帶包的時候也是翻了很久 最後還是看了別人的意見 就是網路上有很多人分享說 哪些比較適合 後來發現很多人都推薦 這種款式 當然不一定是要這種外觀 因為它其實也有其他任天堂自己遊戲 比如說馬利歐啊 之類的遊戲的外觀 那主要就是它這種款式的話呢 可以從 就從旁邊貼件 它就是可以裝上主機 然後連把手都可以裝在裡面 而且它還有一個特殊的立架 可以直接把主機立起來玩 那這個立架裡面的話呢 就是可以放一些基本的配件 跟塞上幾個這個遊戲的卡帶 雖然說不是非常的多啦 但是 怎麼講 你要塞越多的配件的話呢 代價就是你的那個攜帶包會越大台 所以我就選擇就是 剛剛好就行了 因為我現在才剛開始玩嘛 我不曉得也許我以後 需求更大的話 我可能就會再買更大的攜帶包 跟大家說我們這個組合包有什麼 我買的組合包的話就是這個 藍紅主機 然後呢它是搭配這個 對 對 瑪利歐奧德賽 還有這個 七彈大作戰 還有這個七彈大作戰的貼紙 跟瑪利歐奧德賽的這個 護照保護套 哇 這個我不曉得用不用到啦 總而言之就先這樣子啦 然後對這個就是組合包 外加一個喔 任天堂Switch的購物袋 哇 居然連購物袋都有附耶 所以這個是 但是假設你去實體店買的話 它就給你一個5代的意思 再來呢 我就另外加購了個遊戲片 異度神劍啦 有人問我說怎麼不買薩達爾 是薩達爾還是薩爾達 抱歉啦 我對於任天當時還不是很熟悉 我算是 算是第一次入坑任家的東西吧 那在這之前的話我也沒玩過任何的家機遊戲 什麼啊 PS啊或Xbox啊 我通通都沒接觸過 但是我就是看到Switch之後 我就非常喜歡 所以我一直想要買 所以我算是 它是我第一個入坑的家機 大家我在看的時候 我線上沒有現貨 就是已經缺貨了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懶的人 我就是要買24小時 可是剛好沒有現貨 所以我就等吧 等到它以後有貨的時候 我再跟著其他遊戲一起買 因為可能還是會玩很多不同種類的遊戲吧 再來呢 我也加購這個 Pro 就是也是任天堂自己出的這個 Pro遊戲手把 那 因為其實我已經有很多的這個Xbox的搖桿 只是我不曉得Xbox的搖桿能不能支援 但我有一點就是 被燒到的感覺 我就直接心一痕 還是直接買了破手把 因為很多人都說這個握起來的手感還不錯 所以就試試看 好啦 簡單看了一下這些產品的外觀之後 我們就要來首先剖開 我們的這個任天堂的藍紅主機囉 好 一打開來它馬上告訴你要怎麼設置 首先你要給它充電 安裝要進行初始設定 好喔 然後它沒有太多繁雜的什麼膠帶啊幹嘛 就是一個紙箱 很輕鬆就打開了 然後呢 就看到我們的主機本體跟兩個搖桿啦 然後 然後 我是第一次看到主機本體 哇喔 它的Size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小呢 真的比我想像中還要小很多 拿我的舊手機來比較一下 好 這個是我舊的HT4的手機 然後 一放上去兩邊幾乎快要一樣大了 所以 但其實也是我舊手機的它這個本來就是比較大尺寸的啦 好我們再來看看下面還有什麼 那這個就是AC充電 不對這是HDMI 應該是接電使用的 然後這個是AC充電器 然後呢 喔這個是給裝在搖桿上面的護手 它有附一個嗎 兩個都有附 所以就不用再多買了 其實當初在看的時候 因為它的行銷廣告完全沒有說 這個箱子有沒有附這個 我還以為要另外買 另外買的話這個錢也不少 也要好幾百塊 既然有內附的話 那就沒關係 就不用再另外買了 這個就是你可以把把手放在上面 然後就有一個比較好握感的 的把手 有沒有 當然的話有人說還是比不上這個Pro 所以 反正都試試看看哪一個比較合適 這個盒子是什麼 這個 喔 對啦對啦對啦 這個是Switch的本體2號 我們的Switch不是只有螢幕而已 當然 對啦這個才是本體 但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就是你可以把Switch插在裡面 然後就可以 還是要充把手的電 或者是接HDMI出來 就叫電視 然後就可以直接變身成這個 家庭電視遊樂器 當然我自己的話我應該 早期可能都是先 當作攜帶式遊樂器來玩吧 目前我家裡面還沒什麼人會玩遊戲 基本上就只有我一個人會玩而已 當然以後有一些親戚朋友的小孩子 如果他 未來比較大一點的話呢 或許我就可以跟他一起玩也說不定 再來呢我決定先開封這個 七彈大作戰的這個攜帶包 因為它裡面不只是有這個攜帶包 它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螢幕保護貼 那我不是很講究啦 所以我就不去挑什麼特殊的 什麼防指紋啊 防藍光啊 或者什麼玻璃保護貼 我只要有一個原廠保護貼應該就夠了啦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去貼個保護貼 那這個就是我們七彈大作戰的這個 外觀包 啊 你可以看到正面 背面的顏色不一樣 畢竟因為七彈大作戰的話 它就是 不同的勢力在那邊 擠來擠去 然後呢 我把它打開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啊 噔噔 噢 沒錯 這邊看起來就是放主機的地方 放主機 然後兩個把頭放這邊 然後上面的話呢 就是可以塞入遊戲卡 放五個 這邊還可以放一點點的小配件 不過大概可能就比如說放個 記憶卡或其他遊戲卡 或者是我們這個搖桿的吊繩 然後背面的話呢 這個蠻厚實的 蠻硬的 就可以防衝擊幹嘛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Size還蠻不錯的 也沒有說很厚重很大 然後 它不算是硬殼 但是我覺得這個硬度夠了啦 畢竟我們也不可能拿這個包包出去嘛 一定都是放在另外的大背包裡面 所以日常的防 撞防擠防衝擊應該是夠的 好啦 那我覺得在進行其他的開箱之前 我要先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來貼這個保護貼啦 為了一番功夫 終於把它給貼好啦 那貼的過程的話我就不錄啦 不過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怎麼貼的好了 就是呢 我跑去浴室貼這個 應該看得出來吧 就是 其實很難看得出來啦 就是薄薄的一層 然後這邊 這邊有個縫隙 那這次為什麼要去浴室呢 其實是之前我買的這支 我手現在只是這支iPhone 那這個保護貼也是我自己貼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找一些方法 然後我看到一個方法就是如何減少灰塵 就是在浴室然後你開這個很熱的熱水 在那邊開著 然後呢關掉抽風機門也關著 然後大概等個三分鐘吧 你的浴室就會充滿這個熱氣 或者叫蒸氣 然後他們說這個蒸氣的話 就可以幫忙的這個 減少空氣中的這個飄來飄去的灰塵 如果你覺得水氣太重的話 也可以開抽風機沒有關係 就是先關抽風機 然後呢讓熱水跑一下之後呢 再抽風機把它蒸氣抽掉一點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形成一個 短暫的無塵環境 那我們就可以放心的進去貼這個保護貼啦 那我也準備了一些什麼吹球啊 還有那個一堆有了沒有東西 總而言之終於把它貼好了 貼好之後呢我們就來 試著安裝我們這兩支手把 一藍一紅 只是這個紅看起來沒有非常的紅 反而有一點偏橘的感覺啊 我們就直接這樣子 從上到下 這樣子給它壓下去就卡一聲 這樣子就完成了 變成一個超 有點像超大版的TSP的感覺 然後呢後面有一個腳架 這個腳架是可以摳起來的嗎 終於摳起來了 它這個腳架其實不太好摳 大概摳了三四次才成功 然後有了腳架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隨便找一個硬式的桌面 就讓它站起來了 不過只有一個腳架看起來 有一點不太牢靠 而且它真的很難摳 所以我猜一定很多人擔心說會把它摳壞 所以剛好這個 這個攜帶包就拍上用場了 因為它攜帶包剛好 這個也是硬式的板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就這樣輕輕的靠在上面 那後面的話這個面積很大 所以可以站得很穩 如果要玩的話我們就把手把拿起來 然後在那邊玩 好 再來試試看我們這個 連接電視這台機器啊 或者是也可以叫我們的充電器 就是它放下去的方向 不曉得有沒有差呢 那我看一下喔 這邊剛好有一個洞 然後呢 這裡面 對 裡面有一個凸起物 所以應該是朝這個方向下去的 好像不用特別用力插呢 就這樣放下去就好了 它好像就是 對 這樣放著就有反應了 可以搬開來 然後呢 這搬開只是方便你插電線 然後電線從這邊走出來 就可以把蓋子蓋上 方便你準線 這個的話一樣 照理講是放在桌面上 就可以穩穩的站著 再來我要研究看看 怎麼把手把拆下來 這邊好像有個按鍵 喔 馬上就拆到 所以平常的話是拿不下來的 按一下這個按鍵 往上一滑就起來了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手把放在 這個手把架子上是吧 藍色的 然後紅色的 那這樣就變成一個現成的遊戲搖桿了 雖然說它看起來還蠻方正的 那這個手感的話一定比不上 那個真正傳統的遊戲搖桿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拆封這個 Nintendo Switch Pro 也就是簡單來講是傳統的遊戲搖桿了 我們來把它拆開來 實際握握看就知道它的握桿到底 跟我之前這個XBUS比起來是怎麼樣 那一樣它有附贈一條這個電線 不過實際上它應該也是可以支援無線的才對 它也是本身支援無線的 那我們把它拿出來 哦 它裡面貼了一個保護膠 實際握起來 嗯 還蠻飽滿的感覺 就知道它的size夠 不會太小 然後 我下面手指頭也有夠放的地方 然後每個按鈕都按按看 像是 後面這個trigger還蠻輕的 這個trigger的話跟 我那個XBOX有的比哦 因為XBOX的trigger也是蠻輕的 然後左右這個LB鍵也是還蠻輕的 然後這個按鈕 倒是 倒是中間這四個按鈕有點淺啊 比如說我要按home鍵的話我需要 就是有點大力的按下去它可能才按得到 然後整體來講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再來的話它電池是有辦法換的嗎 我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它後面充電是電池 對耶它這殼是半透明的 其實這女孩還故意放一些電鍍圖紋的感覺 這種設計感還不錯 所以它這應該是沒辦法拆開來看 就是直接接上充電 好我們實際來這個開機一次看看 然後我這邊已經連上了這個AC電源壓器 然後就把這個電源開關給打開 好打開這個電源了沒反應 但是應該還是 哦有有有 我看它左上角出現那個電池符號 然後就開機啦 啊然後有一些灰塵我把它吹一吹 哦 呵呵 就是這個畫面 好一開始的話可以選擇語言 哦可以用這個 這應該沒有什麼觸控功能吧 欸有觸控耶 呵呵呵 好啦那可能本來就有 只是我沒有事先研究 所以我們用繁體中文 我們 DETAGE JOY CON CONTROL FALENT CONSOLE 嗯 好它現在告訴我們 先把它們給 移開 啊 我們就設個一朵花好了 呵呵 瑪莉歐裡面的小花 哦 好像設定完成喔 剛剛經過一連串的步驟還順便申請了帳號之後呢 我們再按下這個Home Button 它就顯示了主畫面 然後目前因為一款遊戲也沒有嘛 所以它叫我們 Insert a Game Card or Download Software 我們就先來拆封這個超級馬利歐奧德賽吧 打開來 啊 這個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遊戲卡帶啦 然後 單從正面看起來真的很像那個SD卡 然後聽說它的味道是苦的 很多人都填過然後證實了 我不會那麼無聊 反正 已經有人測試過了 就不用測啦 來 所以把這個Game Card的位置打開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放啊 應該是正面朝前吧 我們就這樣子 按壓式的感覺 馬上就讀取到了 速度還真快啊 我們可以點螢幕 然後就可以進去遊戲了 那我就不玩了 因為這個任天堂遊戲大家都知道就是 不太能夠實況 所以我也不會實況給大家看 但是以後其它有一些非任天堂的遊戲 比如說好像它有那個Switch版的Minecraft 就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看 好啦 最後我又花了一點時間呢 把這個Pro手把跟我們的Switch本體進行連接啦 那它連接的時候其實根據它外盒說明是說 你的Switch必須要在電視模式下才可以登錄 我是沒有試過能不能直接登啊 所以我還是先 就是剛剛去花了點時間安裝了這個電視的Switch 所以我現在已經可以控制了 所以我就按一下這個A 然後按一下三次來喚醒它 就可以直接用這個Pro搖桿來進行操控囉 這個Switch的話呢 這個搖桿可能就是在家裡面玩的時候用吧 那以後我們就可以再出去玩的時候 就還是用這個Joycon就行了 然後它會即時切換還蠻不錯的 這邊可以控制 然後這邊也可以控制 那如果要Sleep Mode的話 它這個關機它不是叫關機 它是叫睡眠模式 比如說我們按這個的話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會進入睡眠模式 然後如果要喚醒的話呢 就按這個Home鍵 或者這個Switch的Home鍵 它就會把它換醒 好 最後呢 我們把這個Switch放進我們這個攜帶包 順便把這兩個吊繩裝進去 不曉得撞不撞一下 喔 看起來會凸出來 有點骨 但是因為它這個殼不是硬殼的關係 它比較軟 所以 勉強可以凸出來啦 雖然感覺好像很奇怪 不過 再看看吧 我就先這樣子一陣子 如果真的有什麼特殊需求 之後再買一個大一點的變細胞 它這個也是可以塞那個MicroSD卡 你就可以用這個額外的擴充空間來 這個俗存一些看似截圖照片啊 或者是一些有的沒有的遊戲檔案之類的 那麼今天簡單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今天大概就是存開箱並沒有試玩的部分 那以後有機會的話呢 反正我就在研究看看這個Switch有沒有辦法錄影或直播 再不然的話就是用iPhone來直播也可以啦 所以就敬請期待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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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